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鱼的身上会有粘液? 鱼,大家都见过,是不是每条鱼都是粘乎乎滑溜溜的呢? 那么,为什么鱼身上要长这些粘乎乎的东西呢? 这些东西是什么? 大部分的鱼身上都包裹着坚硬的鳞片,但也有少数鱼,如黄鳝、碾鱼、泥丘等,全身都不满粘乎乎的液体。 这是因为,它们身上的鳞片已经退化,直接暴露在外的皮肤中有不少特殊的粘液线,能分泌出大量的粘液,形成一个粘液层。 鱼鳞对鱼有保护作用,粘液也有相似的功能。 它虽然不能阻挡硬物的撞击,但可以防止毒菌的侵袭,阻挡水中有害物质从皮肤进入体内。 其实,粘液的作用还远远不止这一些,有了它的存在,鱼的皮肤就可以不透水,这对维持鱼体内渗透压的恒定有好处,尤其是一些江河回油的鱼类。 身上有了粘液,就能使它们适应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,还可以减少水的摩擦力,帮助鱼游得更快更省力。 由此看来,粘液是鱼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